据台湾媒体报道,白冰冰惊传录影摔到头部撞伤 据悉,白冰冰当时正在录节目,因踩到蟑螂,以似重心不稳 当场后脑勺撞地下,或现场所有人 记者得知后想进去关心 白冰冰将休息室门关上,事后公关出面表示 冰冰姐正在休养,不便受访 据悉,白冰冰摔伤后先到休息室冰服 由公关为了表示,冰冰姐没有很严重,现在正在休息中 结果最后工作人员见大事不妙怕他有脑震荡,建议暂停录影 而他受伤后感到云悬又痛,众人决定暂停录影送他去医院 不过他质疑要录完节目,敬业精神可嘉 目前人已经在医院休养 此事发生于白冰冰,录第二场是他与助理主持人冬燕之间的意外 据说他后脑勺撞上舞台尖热的边角,砰地一声 导致第三场的下一度低垒,因他正在休养 折后录完要去医院,众人担心他是否有脑震荡 总是说把冰冰管在化妆间养伤中